这个规则你可以这样来做 比如说呢好像呢我们那个电话号码或者是信用卡号或者email信箱等等的 那身份字号也可以 不过因为身份字号它只能够针对某部分的规则 因为其实身份字号的规则还蛮复杂的 比如它第一码它这个规则第一码再加 第二码每码它就是有一定的那个乘上十的好几次方 最后必须要能够余数好像求余数必须要等于零 才可以是一个身份字号的一个一个标准的这个规则 这规则我等一下找一下各位好了 那这里的话呢 在这一个控制项里面呢就没有办法比较精确的帮我们做到 不过在那个email跟那个像信用卡就没有问题 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举一个例子给各位看一下 这里的话呢那有关于那个逻辑部分我想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这边有一个斜线D表示呢非数字资源 然后斜线D的话是数字资源 然后斜线W是这个资源以外 然后斜线W 然后无论出现几次等等它这个是一个规则 那你可以把这个规则组合出来的话 就可以是我们要的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我们要去检查的一个部分 那比如说呢我们先举两举举举例子来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像这个例子 像信用卡卡号比如说这地方的话 我要输入一个正确的身份字号比如说 假设我随便先填 填一个 这样应该按确定应该有错 那他会出现卡号必须要16 他会去确认说里面到底是不是有16个字 而且中间的必须要给他的是一个dash 比如说这边假设我这样子 一组总共有四组按确定 那这个部分的话他就不会产生错误就可以过 再来的话呢这个email信箱比如说我的email信箱 比如类似这样的 at 那假如你没有没有给给他一个at按确定 他这个地方会出现 要包括这个什么 这个at 或一个点 这个两个一定要都出现 才可以 所以这边的话如果给他一个at 假设我今天 后面打一个这样按确定 他还是会出现为什么没有点 有点com OK 按个确定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不会出现 那再来的话 什么字 这部分比较 好朋友 好朋友